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提手旁的 那第二个字是都 都市的都 第三个字是宫 宫殿的宫 第四个字念贪 是提手旁 然后加一个难 贪 我们有一种小吃是叫做贪煎饼 这个字念贪 那这个字是饭 饭 饭卖 它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这个字念利 官吏的利 然后是做 作业的做 还有一个字是态 态度的态 它是一个上下结构 上面是态 下面是心 好 那还有这个字念驴 马旁边一个户就是驴 这是寸 寸步不离的寸 它通常是一个度量单位 那这个是城 城法口诀的城 这是龙 牢笼的龙 它是竹字头下面一个龙 那这个是蓝 栏目的蓝 还有这个是帽 外帽的帽 它是左右结构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上面这些字的结构都是怎样的 有上下结构的 太 还有龙 左右结构的有 则 饭 坐 宫 还有驴 蓝 冒 滩 那毒体结构的有寸和城 好 了解了生字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用哪些方法来记忆一下 加一加的方法 被加反是饭 马加户是驴 驴是一种动物 那通过理解字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来记住一个字 例如城表示爬上车辆或高处 城这个字念 城表示爬上车辆或高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字当中容易错的有哪些 好 那我们看这个字念 便 波液按便是四声 那写它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落了上面这一点 那便我们可以怎样来记它呢 下水成舟行不动 下水与水有关三点水 加上一点到便舟 加上这一点就是便舟的便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有呢 这个字念成 成法的成 那写它的时候注意 不要落了底下这一撇一纳 要与乖 乖巧的乖去分开 那成作意思是指啊 骑 坐 或者是搭成 好 解决了生字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先认识一下 这幅画的作者 作者他叫张泽端 自正道东武人 生活在北宋末年 他在宋徽宗时期啊 当过宫廷画家 那后来到京城汴梁游学的时候 学习绘画 喜欢画 舟车 试巧等 而且自成一家 那这幅明阳中外的画 就是他画的 那这幅画到底是什么画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幅画的名字叫 清明上河图 它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是不是感觉到 这幅画的历史地位 非常的崇高了 那他记录了什么呢 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的 城市面貌 和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 这幅画是为 北宋画家张泽端 谨鉴的存世精品 属于国宝级的文物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个国宝级的文物 那这张图片呢 就是部分的清明上河图的图片 那通过这幅图 我们可以看出 街上人来人往 描写的就是 当时繁华的景象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课文当中是怎样写这幅画的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幅画的观内容有 他的画名是清明上河图 作者是张泽端 年代是北宋时期 距今已经有八百多年了 大小是长五百二十八厘米 五百二十八厘米 也就五米多 高是二十四点八厘米 那画面的内容主要是北宋 便凉热闹的场面 好 了解了这幅画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中 这幅画的内容画的主要是什么 作者又主要描写了哪些内容呢 这幅画的主要内容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的热闹场面 那这篇课文作者主要描绘的有哪些内容呀 他主要抓住了画中的人物多 皆是热闹 以及桥北头的场景三个方面来写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 课文的第二次人段 写的是人物众多的场景 那作者是怎样描写的呢 作者运用了一个特殊的句式 是排比的手法 具体写了画面上人物所从事的形形色色的行业 展现了人物众多的特点和变良城 热闹非凡的景象 我们说排比句式的作用是 加强语气使情感表达更加激烈 所以这里作者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 实际上也是加强了表达效果 那下面我们再来重点赏息一下文中描写这幅画的句子 画面上的这些人有的不到一寸 有的甚至只有黄豆那么大 作者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 不到一寸 一寸都不到 黄豆那么大 说明画上的人物画得非常的小 那这样小的人物画家也能把他画得这样清楚 这说明画家的绘画技巧十分的高超 好 领略了画家高超的技术 我们来想一下 这幅画为什么能名扬中外呢 那这就要从文中描述了这幅画的特点来看了 这幅画首先它的规模很大 长有五米多长 那其次这幅画历经了时间长 却保存完好 还有这幅画的内容呢 丰富描绘的细致 而且画家的画功精湛 虽然人物多 但是画家画得非常传神 文中还写了一个原因 因为画中表现的是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景 让人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所以它能流传至今 那总之呢 这幅画生动形象的描绘了古都变梁的风貌 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 那通过这幅画 我们仿佛能够亲眼看到当时普通百姓生活时的场面 所以这幅画 无论是从历史研究 还是从艺术赏息的角度来看 它都是一幅名阳中外的名画 而且是实至名归 好 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期课欣赏了清明上河图 它的作者是张泽端 那清明上河图介绍了宋朝京都汴梁的生活场景 那文章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介绍与画面内容的描绘 表达了作者对这幅画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那再扩大一些说 表达了作者对这幅名画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也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 那像这样继承着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还有很多 你还看过谁画的画呢 他的画有什么特点呢 说给同学们来听一听 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画的内容 历史还有绘画的背景等方面来进行介绍 那课下的时候同学们准备一下 下节课我们一起来交流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